請一部長 立委您好 部長好 其實昨天 我還是覺得因為昨天你不在 針對這個高鐵的部分 還是讓部長參考一下 就是說其實高鐵最大的問題 還是在他的合約 那當初毛副院長在部長的時候 我提的一些看法他也都很認同 後來我們就把高鐵的董事會 董事長就變成我們官派 那實質上現在就是特別股的部分 我們如何在契約上面來改變它 提升我們的董事的席次 我想這是我們交通部要去思考的問題 然後再來的話就是 如何來讓他的原始股東的股份 他的所佔的比例能夠更少 那這樣子的話 在社會輿論上來講 他的壓力就會比較小 然後政府呢 就可以很多的公部門的政策 就可以針對高鐵挹注 那自然高鐵就可以做得更好 那也不會有所謂的圖利的問題出來 我想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希望部長要朝這個方向 謝謝委員知道 我們事實上目前是往這個方向 就朝這個方向 其實昨天歐靖德董事長也滿認同這個看法 那另外一個喔 就是針對這個 我們的國內 國內的這一些 這些飛機的機票的問題喔 這個依照那個 我們的那個 那個 我們的那個 那個 國際航線分配 即包機審查剛要的第六條喔 他的政策評估裡面喔 其實昨天我也提 部長你也特別 要把它放在腦袋的就是說 就是現在我們在分配航線喔 我們現在 現在即將 下禮拜 民航局要針對上海線的十六個航班 要進行航權分配嘛 那這個是一個機會嘛 你現在就是說 你在國內機票 你願意來配合的 配合不漲的 或者是什麼樣子的 你的黃金路線做一個搭配合 我想這樣子的話就是說 有賺錢 有虧錢嘛 就跟公司路線一樣嘛 我給你黃金路線 可是我也給你偏遠的嘛 這個就是 恰好在下禮拜 下禮拜談航權的時候 這個也是一個機會 好不好 這個我們會認真的來 往這個方向努力 然後另外一個喔 我們現在今天 針對這個國道基金喔 我們現在已經 累積的債務喔 已經達到兩千兩百七十五億 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數字啊 你台鐵 台鐵也累積債務也將近一千零七十四億啊 這個平均我們 每個國人 平均增加負擔 等於是將近一萬五千塊 這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筆數字 那現在這個問題 我們如何來面對這個問題 我想這個是 我們交通部非常嚴肅的問題 部長現在針對這個問題 我們怎麼樣來看 報告委員那個台鐵的部分呢 事實上呢 我們已經成立了一個 在交通部這個層次呢 成立一個診斷小組 我們會有一個比較完整的 包括這個台鐵的 目前很多的資產做一些整理啊 常在的計畫啦 等等的這樣的一個方式啊 然後呢 甚至包括整個台鐵的組織經營的方式 我們都要做一個比較深入的檢討 那至於國道基金的部分呢 因為呢 原來照原來的這個我們的規劃呢 如果一年可以收220億的話 在128年的時候吧 126年的時候可以 可以在物平衡就沒有問題了 那現在這一次我們目前的這個 新的費率呢 可能一年會短收個二三十億呢 可能就要稍微再延長一下 另外就是說 我們兩年後會對於這個費率呢 再重新的檢討 就是 所以國道基金我們 基本上目前還可以 當初高鐵我們也可以這樣做 其實國道基金我們也可以這樣做啊 國道基金那個 我們現在已經不斷的在用借薪還救的方式了 就是只要它發行債券的齁 對 時間到了 我們就用比較便宜的 對對對 我們現在做這個 所以也是朝這個方向 是是是 那不然這個債務的累積喔 坦白來講這不是一筆小數目啊 是是 那 那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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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牽涉的就是還有另外今天大家都非常關心 ETC的問題嘛 是 其實 這個 這個 也不是說 這是 不止一次啊 其實 這個本來就是一個 BOT的一個 最大的一個荒唐 那在這個情況下的時候 現在喔 我們看到ETC現在有幾個問題喔 他現在包括他的裝機率喔 一直沒有辦法達到他的 他的預期 一百年的時候 那時候我們本來就要 應該要罰 結果也沒有去罰他 到一百零一年的時候 後來他不是還提了訴訟 現在準備 我們本在ETC這邊 如果照他這樣子 我們是要罰他幾多少 四億左右是 四億嘛 那你四億現在後來 遠通他說好那提仲裁 是不是這樣 訴訟 訴訟吧 提訴訟 他願意提訴訟 結果現在訴訟判下來啦 是我們贏 沒有沒有沒有 調解委員會 調解委員會這邊認為他該付啊 對 對不對 調解委員會 調解委員會認為他該付 結果他又不服 現在 現在提 提訴訟 對 那天下哪有這種的 本來當初他說 只要提到調解委員會 我都記得這個 這個這個時程我都很清楚啊 所以現在是這樣子喔 你四億 你該罰 你不罰 你 裝機率 達不到標準 然後 一些依照合約的行為 其實 前面有一陣子 有一個時間點 他願意說好 那我不要啦 我願意 捐給國家 我覺得那時候他有對外 對外這樣的一個宣稱 那現在是這樣子 我們依照契約來講 這個如果繼續這樣走下去的話 對我們交通部來講 對我們國家來講 其實一點好處都沒有 那現在如果他現在是還繼續不罰 這個事業還不罰的話 還不繳的話 其實我不懂我們可以思考一下 從合約的行為 購買的行為 把它收為國有 我一而再再而三的強調 如果這種東西 你不現在把它好好的處理的話 不借這個機會把它處理的話 這個問題永遠是在的 高速公路 是人民納稅人 捐出來的錢 繳出來的錢 做的道路啊 這是人民的道路 是以服務人民為它的基本精神 可是現在你收費 把它商業化的話 這對人民來講 是不公平的 這長期以來都一直用這種邏輯 所以這個BOT 本來就是一個非常錯誤的政策 那現在已經走了 那也沒辦法 那現在你們接了這個位置 可是你也不能說 因為前面這樣 所以我就這麼樣子 逆來順受 我想這個不對 那現在有這樣子的一個條件 那你既然你罰事業 你也不罰 你也不繳 然後你交由這個條件委員會 調出來的結果 你也不繳也要訴訟 表示這蠻橫嘛 那走契約嘛 我們就照契約的合約走嘛 那你該怎麼樣子 那我是覺得應該用一個程度的話 把它收為我們國有化 收為國有化的話 其實在整個我們的 整個的繳費過程裡面 我想百姓的話 這是國家的 再怎麼樣子的話 都沒有商業利益的行為嘛 你現在的話 那他現在我們現在如果依照 我們的這個國道的話 大概一年有兩百二十億 我們的國道如果照未來 預計預估嘛 兩百二十億嘛 是不是 現在的費率來講 現在會一百七十億 大概現在的費率的話 是兩百二十億嘛 一年 目前 現在我們來看的就是說 為什麼一直在強調這個 不能站在一個商業行為的上面來看的話 那你現在如果是不到兩百二十億的話 相對的就是也不能超過兩百二十億嘛 因為當初我們有這樣子的一個默契在嘛 那你不能比我們現在的 計次的還要高嘛 對 這是我們的大原則嘛 對 那你不能超過兩百二十億的話 從中間 以前的話是四十塊他是抽 一點二 一點多 一點 三點四 三點四塊錢嘛 那三點四塊錢的話 你現在如果照兩百二十億來換算的話 他三點四塊的話 十億嘛 差不多 不能超過十億嘛 十億左右 齁十億左右嘛 所以你相對的就是說這個原則這個邏輯 今天如果 當初我們在國道的時候 這些錢是回歸到 給這些收費員的薪水啦 給這些等等 還是國家在使用嘛 可是今天 你今天把它BOT化了以後 這些錢變成是他的利潤嘛 那這些利潤 這個利潤不是只有單一從中間這個錢扣以外 所有的我們過去的繼承收費 所有的這些全部往他的銀行那邊過去嘛 他的銀行正等於他的等於他的錢的活絡就出來了嘛 那當然我們不能說他是違法他是合法的啊 因為當初我們是給他一個BOT的嘛 那你現在有兩個大方向嘛 第一個 我們想盡辦法 把它收為我們的國有 藉由這個機會 你私一你不繳 你不繳 不繳的話我們就用合約行為來處理嘛 那我是覺得這是一個方法 這是一個時間點 然後另外一個 就是說在他的未來的營業行為裡面上來講的話 他所從中間的抽成裡面 我們辦法控制在一個range裡面 等於就是說 我們在繼承的時候 未來我們在里程收費的時候 也是不得高於220億 那你遠通他該有的利潤也不得高於10億嘛 這樣才合理嘛對不對 部長我這樣講你聽得懂嗎 瞭解您的意思 我想這個約是 當然是已經訂在那邊 我們也可以 事實上我有請高工局跟這個對方一直在談 在目前的約的情況下 能不能再做進一步的改善 讓民眾感覺到呢 這個對於業主來講是比較公平的 我們會積極在努力去協商了 那但是他現在訴訟好像也是他的權利了 就是他一定要這樣子做 那我們是不會不會 不會這個這個 會任何的寬恤 現在是這樣的 我們一定會去 你不能說因為訴訟是他的權利 我們是照合約走的嘛 對 你的合約你達到裝機率 哪個時間點 哪個時間點 你裝機率要百分之多少 百分之多少 這個我從以前就一直講 他沒有一次當的時間點他達到的嘛 對 那你現在逼著很多的政策 逼著百姓不得不去裝嘛 對 你現在你看從泰山收費站 你要經過的話 有裝或沒裝是差多少 你是逼著百姓不得不裝嘛 那你現在 你現在開始繼承 你現在開始繼承收費的話 你也是逼著他不得不裝嘛 我想更離譜的是怎麼樣 他現在他的未來他的偵測 會不會達到我們 他的分流的這樣的一個標準 現在還不知道 還不知道情況下 你看他現在怎麼做 他現在說說要要過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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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策的時候 他是雙白線啊 還沒有同意 他現在是畫雙白線耶 我們已經拒絕了 他有建議我們拒絕了 拒絕了喔 對這一定要拒絕嘛 那他為什麼要畫雙白線 那表示說喔 這個你們高官局要注意一點喔 他為什麼堅持要畫雙白線 表示他的偵測儀器有問題喔 不 我們IVMV是在正常車道做IVMV 沒有沒有雙白線 我知道我知道 那他為什麼反過來要求我們要畫雙白線 畫雙白線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不准你變換車道嘛 你懂我的意思吧 不准你變換車道表示他在測的時候 就是你給我一條線走嘛 那萬一變換車道的話 他是不是政策得到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那這個問號 我們相對的我們相關單位 就要去瞭解為什麼他會這樣的要求 你懂我的意思吧 瞭解我們會瞭解 這表示他有他的盲點在嘛 好不好 不過我還是建議喔 藉由這個機會 真的是把他收回來 我們國家自己來 我想整個喔 ETC他所建造的建構的費用 其實不是一個很大的金額 這個政府絕對可以做的 而且這是一個人民納稅人 繳出來道路的 應該是站在人民的整個的一個 一個福利上面來做這個事才對 好不好 好